去年8月起在大台北及桃园地区的加油站出现了一群刷卡换现金的诈骗集团 他们呢就跟车主说这手上的信用卡是可以有折扣 又骗驾驶用现金来换结果已经互利好几百万 看到有人加油才行男子马上凑了上去 说帮你刷卡加油你只要付我现金就好 而且帮忙刷一千元只要付七百块 对方一听到加油马上有七折优惠 这么好看的事情当然一口答应 没想到这么一刷驾驶很高兴拿了钱离开 却把银行给害惨了 原来嫌犯用的信用卡都是假的 原来嫌犯看上加油站里头的自助加油机无人看守 所以用了假的信用卡专门守在加油站附近 诱骗加油的民众或是计程车司机 说可以代为刷卡换现金 等到加油站向银行请款时才发现是违卡 嫌犯且结果后诈骗了数家银行得手金额多达数百万 警方借货现报调阅监视器锁定嫌犯车辆行踪 等到对方再度犯案时当场人赃拒货 由于刷卡套现涉嫌诈欺 配合刷卡拿现金的驾驶也是共犯 警方呼吁民众遇到这一类的诈骗 不要贪小便宜以免出发 中文小伙传统的安智特别报道